准备一下 大家好,我这边是哲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算是文山区探抽资 净零议题资料收集的一个 算是工作中的方向 主要是我们现在国家在推净零转型 也好或者就是低碳的环境或对策 有大的政策 什么12项战略等等 如果聚焦在一个很具体的地理空间 我们那时候就跟一些在地的团体 有想说合作 特别针对台北市文山区 就是有政大的那个地方 这个文件 我们就从这个碳收支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到底现在的排碳是怎么样 未来有什么减碳的机会 就从这个比较直观的想法 来去做一些资料的盘点 所以这边有一些 我们整个工作上的一些过程 像说真的 我们没有办法据细迷移去了解 整个文山区 每个人要怎么生活 怎么排碳 所以学术上 他就会用土地使用分区 比如说你是一个医院 那你是一个建筑住宅 那你排碳量应该在推估上不同 所以大规模的地理范围 他可能用的是土地跟建筑物形态 所以这里就有 我们也看了一些研究 他会用一些系数 做一些经验的推估 跟算是推测 所以在住宅部分 他会分有电梯的住宅 没有电梯的住宅 那学校的部分也会分 国小跟大学 应该差很多 像那边有四星大学 中国科大 政大等等 那公共建筑物 其实医院跟交通转运站 是最需要耗能 毕竟你可以想象 急诊室或者大型的仪器 这个是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要耗能 或者是必要的支出 或者是能源 所以这是比较大范围 在土地使用上 那接续我们就再进一步 来看一下 比较是动态的 例如说交通类的 刚才提到的都是 有点类似土地 就不动产 不会动来动去 那有一类似是道路 到底今天是多少台车子走过 那跟那个就蛮不一样了 那这也一样 因为我们道路并没有 全部的路网的车辆数据 只有一些主要的道路 是基于交通流量 才会设置那个CCTV 然后再去做一些整理 所以这边也是 有一些研究去推估 不管是机器的这个车辆种类 然后再来说这个宽度 就是想办法是直接推论 25公尺宽的大概会多少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研究 想要办法 因为毕竟也不太可能 有全台湾入网的车辆数据 那这边就可以再去找一些 台北市的open data 例如它有针对几个 主要干道的动态号制 有一个流量 甚至它有几个是 真的要看塞不塞车 所以它有装车辆侦测器 不过它并没有涵盖 整个文山区的范围 所以这是就是刚才提到 第二种会跑来跑去的 汽车跟交通的部分 那这些其实差不多 就是目前比较有 还有算有资料可以去推论 另外很多细项的那种生活习惯 那个就比较抽象 那我们有了这个掌握之后 我们就跟在地的文山社区大学 有一些合作 那社区大学 其实是面向一般的民众 就是你我的生活者 那他也想办法尝试 让大家来理解这个架构 特别是台北市 其实是有一个知识条例 叫做净零碳排的知识条例 只是说那个知识条例里面写了很多项目 到底要做在这个跟生活什么关系 那个是一个蛮大的问号 所以文山社就办了一些活动 包含他们邀请国中生 因为这个减碳说是2050 那个时间点还活跃的 大概就是现在的国中生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 在那时候不是那么活跃了 所以其实他是有个世代的议题 所以他特别去邀请国中生 来了解这些事情 这边也有一些简单的影片 大家可以参考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去合作一个 把所谓的台北市净零知识条例的 抽象的条文 把它落实到例如说像这一条 就是尝试去解释 法条里面的第39条 其实讲的是学校要减碳 那这边就举例中国科大 他做了什么 那些法条里面所点名的 或者隐含想要讲的一些空间类型 我们就请大家去指认 在生活里面是在哪个位置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场景 让他知道说 其实这条文讲的是公园要禁零 公园要减碳 或这条文讲的是要做光电板 那光电板在我们分区里面 公共建筑物哪一个装了 哪一个还没装 这其实就 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边 其实这些讯息跟刚才的条文的诠释 跟理解就可以把它接起来 那以上就是我们专案的进度 你欢迎大家来追踪跟讨论 那我们再请这个FabDow 那再请这个 我看起来 好